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书作者艾许阿里曾担任过Just Eat公司的行销主任 首次公开招募就已经成功为公司筹获15亿英镑的资金 并且带领公司成为近十年以来英国最大规模的公司之一 同时他也在短短的三年里面就成功把Fair Exchange公司的收益从零提高到了2500英镑 除此之外他也是杜拜成长最迅速洗衣新创公司WhatsApp的创办人 今天阿里将会透过这本书来和大家一起了解有关如何找到自己不平等优势的秘密 首先我们先来和大家了解一下什么是不平等优势 不平等优势就是在事业上能够帮助创造有利局面的一种条件 资产或是形式 比如说长得高的人在篮球界里面就是一个既简单又重要的不平等优势 又或者是如果你是来自于贵族说过良好的教育 甚至比一般人聪明的话都会比较可能进入人生胜利主 然而作者表示我们所有人其实都具备不平等优势的 只是可能存在于不一样的层面而已 意思就是只要找到属于自己的不平等优势 也能活出不平凡的人生 于是作者就设计了一套被称之为MICE的工具 为的就是帮助我们把探索不平等优势的范围变得更小更简单 但在寻找和培养不平等优势之前 首先我们先要准备的是一个正确的心态 而一个正确的心态分别必须有这几项特征 1.愿景 值得是一种想象力和目标设定的能力 也是一种预知某些事情发展的能力 有愿景的人就像是预言家一样 能够说出未知的事情然后实现它 只要心中怀有愿景便能看见你想要创造的未来 2.自谋 凡事都要有计划性的执行 尽可能降低新公司面临的风险 即使面对无可避免的困难 也要对自己迅速解决问题的能力有信心 3.持续成长和终身学习的特征 拥有成长型思维 并且抱着不断学习的精神 凡事精益求精 因为所有跟上科技迅速发展的脚步 才能够保持新公司的竞争力 最后 胆识和毅力 在面对阻碍也要拥有坚持前进的心态 就算遭遇批评或是失败 也要拥有良好的复原能力 并且对所有事物负取百分之百的责任 要明白身为创办人对于公司任何的表现 都是责无旁贷的 如果你已经具备这四项正确的心态后 那么接下来就可以开始审视自己 并且利用MICE的框架 来培养自己的不平等优势 首先MICE的M代表财力 Money 如果你拥有足够的创业资本 又或者是持有可以轻易筹集到资金的能力 那么财力就是你的不平等优势 以下有几种能够帮助筹募资金 提升这方面优势的方法 1.节省生活开支 为自己所拥有的资金做预算 这样才能够延长资金消耗的时间 给自己有更多的时间 让公司转亏为盈 2.学习行销和销售 只要学会了这一项技能 也就等于获得终身的变现能力 使自己更懂得创造价值 也是迅速得到付费客户的方法 3.学会运用外部力量 对于个人积蓄不足的创业者来说 要懂得利用外部的效力来扶持自己 例如尝试说服家人或是朋友 让他们成为公司的股东之一 又或者是尝试得到政府的辅助 再来就是参加比赛赢得奖金 像是城市设计马拉松 Hackathon 和环球创业或是众筹比赛等等 4.学会写城市 即使新公司与科技关系不大 但面对智能的迅速发展 如果略懂这方面的知识 对公司未来的发展会带来一定的优势 当若你想创立的是科技公司 那么这方面的技能 足以让你大大减少创造产品的成本 5.成为自由工作者 学会腾出时间的空间 创造另一种收入 累积资本 像是销售 写程式 写作 社群媒体管理 都是很好的资金来源 在面临资金问题的时候 可以暂时把创新公司当作省你的副业 直到资金问题解决后 才把重心完全放在新创公司上 第二种不平等优势 才智和洞见 insight and intelligence 如果你觉得自己天生就有很好的理解能力 又或者是拥有很强的求知欲 那么这方面就是你的不平等优势 现在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如何培养这方面的优势 首先学习有效阅读 这里要学习的不是吸收大量资讯的能力 而是对理论的理解能力 阅读可以帮助了解世界的概念架构 精通处理事情的方式 二提高社交和情绪智商 知道该问什么问题 而且怎么问才能得到想要的答案 懂得如何建立信任感和关系 以及懂得展现出肯定他人贡献的态度 三建立敏感的判断力 可以轻易判断可信任和应该接近的人 预测会影响人们的感受和情绪的事物 然后加以关注 又或者是训练自己学会看穿他人的意图 和是不是在说谎 第三种不平等优势 运气 Luck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听到别人常说 做老板要看运气 只要遇到对的时机 对的地点 即使不必付出多大的努力 也能创业成功 然而这些话都是出于那些 认为运气无法被改变的创业者所说的 对于作者而言 运气是可以被改变的 甚至还可以把运气变成是自己的优势之一 你只要为自己创造更多的机会 就会变得更幸运 这是因为越多的机会 就代表成功的几率也会越高 做更多的事 认识更多的人 参加更多的聚会 在部落格更多的分享新创公司的故事 制造更多的产品 然后获得更多的回馈 再把更多的东西推向世界 这就是简单有效提高自己运气的方法 除此之外 期望好运降临 保持乐观的心态 同样可以给你带来正面的能量 虽然我们无法阻止障碍和挑战 但自己可以掌控的是 如何看待事情的心态 因此我们要学会把注意力 放在值得感激的地方 如果认为自己拥有别人少有的知识和专业 那么这将会就是你的优势 如果现在没有的话 也不用担心 可以尝试利用以下几个方法 说不定你也可以培养出自己的独门绝技 首先网络学习 如今只要拥有学习的动机和意愿 就会发现许许多多学习的管道 像是许多线上课程 就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平台 只要投资一点点的费用 就可以学到一生受用的技能 可是往往很多人宁愿把好几倍的钱 花在物质上的享受 也不拿来提升自己 虽然免费的学习平台也是甚多 但是好业还是相信付费的质量一定会来得更好 同时也会让你为了不浪费钱 而逼迫自己一定要完成学习 那如果你觉得线上课程太贵 也可以考虑买书自学 又或者是在购买线上课程之前 也可以先参考有关的书籍 以免出现事与愿违的状况 如果没有时间看书的话 也可以选择听书 或是观看说书影片的方式 来吸收书里面的精华 再来就是寻找创业导师 听君一席话 圣读十年书 如果不想透过付费的方式 邀请与导师对话 可以尝试在拓展人脉的同时 寻找机会贡献你的价值 得到他们的注意 趁机向他们讨教 然后在得到夜师的建议后 尽快去做 因为夜师们都很喜欢受教 并且立即行动的人 以上网络学习 买书自学 和寻找创业导师 都是提供学习的广道 最终还是需要你多加练习 或者是寻找机会 展示你的技能 因为这样才能做到刻意练习 得到宝贵的经验和回馈 最后一种不平等优势 地位 status 如果你念的大学 或是待过的公司 是很有名的 那就要学会凸显自己的地位优势 把它们放到你的简报 Linking 或是履历中 同样的 如果你曾经设计过某些产品 或是经营过一些项目 不管是部落格 或是YouTube频道 甚至是创业的资历 都是可以给我们拿出来 凸显地位的卖点 对于自己的地位 我们要保持一定的信心 相信自己学习过的能力 必要时 可以尝试拿出来毛税之鉴 不但能够为他人做出贡献 同时也能强化信心和自尊感 好了 这是今天好要和大家分享的 不平等优势书里面有关 培养自身不平等优势的方法 我们来回顾一下 首先 不平等优势 就是能够帮助我们创造 有利局面的一种条件 资产或是形式 而想要培养不平等优势 首先我们就必须要有正确的心态 其中包括愿景 自谋 持续成长和终身学习 以及胆势和毅力 接着我们可以使用MICE框架来帮助自己评估 并且培养自己的不平等优势 MICE的M代表Money 财力 也就是拥有足够的创业资本和筹募到资金的能力 像是节省生活支出 学习行销和销售 学会运用外部力量 学会写程式和成为自由工作者 都是能够帮助筹募资金的方法 I代表Insight and Intelligent 材质和动静 如果你觉得自己材质过人 或是拥有很强的求知欲 那么这就是你的优势 想要培养这方面的优势的话 可以透过学习有效阅读 提高社交和情商 以及建立敏感的判断力 L 则代表Lug 运气 要相信自己拥有改变运气的能力 只要为自己创造更多的机会 就会变得更加的幸运 凡是抱有乐观的心态 即使面对错者 也要学习把注意力放在此的感恩的事项 E代表Education and Expertise 教育和专业 网络学习 买书自学和寻找创业导师 都是培养这方面优势的方法 学会了以后也要寻找机会发挥 这样才能够得到宝贵的经验和回馈 最后 S Status 地位 学会凸显自己的地位 把曾经就读过的名校 设计过的产品 创业经验 或是创建过的项目 当作成提高地位的武器 同时积极主动 实际地表现自己的实力 把地位加深巩固 不平等优势这一本书 除了教你如何找到自己的优势以外 里面还有提供新创公司快速启动的指南 比如确定新公司的类型 寻找属于自己的团队 找到自己的生意点资 以及如何筹募资金等等的方法 非常适合刚要创业 或是想要创业的朋友一探究竟 最后好业想要问问大家的是 对于刚刚提到的MICE框架 你觉得自己在哪一方面更有优势 哪一方面又是比较弱的呢 请你留言让好业知道并写下原因 这样我们就可以互相讨论学习了哦 谢谢大家观赏 今天的影片就讲到这里了 希望可以给你带来启发 如果你喜欢好业的影片的话 就请你订阅好业的频道 点赞和分享启发更多的人 如果不喜欢的话 那我再想想看怎样吧 那如果不小心点到小铃铛就更好了 因为当影片更新时你就会第一时间获取通知了 我们下一集再见